小樂高帶樂曲 歡迎來到壞雪的樂高倉庫 今天我們繼續來做樂高幻影忍者的拼氣包 今天來做的這一包呢 是30535Ki的飛天火龍 好了我們這一包樂高幻影忍者的拼氣包 30535Ki的飛天火龍完成了 我們先來堆疊一下基礎的數據 2019年出品54片樂高積木一個人在挨 看上去呢這一個拼氣包並不複雜 但是壞雪先要來說一下它的價格 那可能有些朋友要說了 一包拼氣包的價格有什麼好說的呢 確實大部分情況下拼氣包的價格呢 都是比較實惠的 這一包30535原則上來說也不例外 你在那些萬能的第三方渠道上面看一下呢 最低我是看到19元就可以入手了 那這個價格真的相當的實惠 但是我們在某貓就某貓自營的國際進口的那個店裡邊呢 我們看到了這一包拼氣包 它的價格竟然高達189元 純純的韭菜的感覺啊 我相信應該沒有人189元會去買這一包拼氣包吧 接下來再來看人仔 這一個呢 幻影忍者凱 這個凱呢 不是這一套裡邊獨佔的 跟它一模一樣的這個凱呢 你還會在幻影忍者的那個雜誌裡邊看到 它身上的塗裝呢 依舊是相當的細膩 這個身子的塗裝呢 也是加滿都之子那一季的身子的塗裝 你會發覺這一個人仔跟加滿都之子那一季當中的70638 凱的火元素忍者飛船裡邊的那個凱是非常相似的 那這兩個凱呢最大的差距就在於70638裡邊呢還有個肩甲 後面讓你插兩把武器 而這一個裡邊呢就沒有這個肩甲套裝了 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東西兩者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凱還行吧 70638 嗯快雪看了一下 這一盒70638呢我們還沒有上過視頻 而且在我們的庫存裡邊呢還沒有這一盒70638 要不我們去把它買過來也拍出來 來給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如果你想在70638的那個視頻裡邊被點到明的話 別忘了在評論區裡邊留言告訴壞雪你想看70638 再來看一下這一條飛龍 那這個飛龍呢它的搭建真的相當的抽象 先來看這個龍頭勉強可以看出這是個龍頭啊 這邊應該是眼睛那上面呢是龍腳之類的 嗯看上去的效果真的相對來說呢是比較抽象的 這邊下巴呢也是不能打開的這個也是相當的正常 再來看它的脖子脖子呢分兩段每一段呢都是用C型勾來連接的呈現出來的效果 也符合這個規模樂高套裝應該有的這個效果 翅膀上面的兩個翅膀呢是用小的球形關節件跟身子連接的 這邊旁邊的這個肩爪呢也全部都是被做出來了 下面的兩個腳呢也是通過小的球形關節件跟身子來連接的 呃基本上這個腳的樣子呢還是依稀能夠認出來的 而且不要看這個腳比較細比較小 你把它放在桌面上呢它還是能夠站穩的 來湊近一點看站穩了再來看它的尾巴 尾巴呢也是通過一個C型勾直接連接尾巴肩上面呢還有一個火焰的零件 總體而言這個呈現出來的效果中規中矩吧 符合一個54片樂高積木應該有的小拼細胞的素質 至於它的價格嘛剛才化學已經說過了 我們在第三方渠道上面最便宜的情況下看到的是19元 而大部分的情況下呢都在二三十元 我覺得這個性價比還行吧 裡面有一個仁者凱還帶有一些樂高積木可以讓你拼出這一個小火龍 如果你還沒有收藏過那一季的凱的話 這一個也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但是跟那個完整體的加滿圖之子的那一季凱相比呢 它畢竟還缺了一點小零件 那這一期樂高幻影忍者的拼細胞完成之後呢 我們還有六期輕量的樂高幻影忍者的視頻 那六期之後呢 我們將重新開始更新樂高幻影忍者的那一些絕版套中 歡迎繼續關注幻雪的樂高倉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